嫂子闹着要减肥 买了大量的减肥要天天吃 我劝她减肥要有副作用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不如多做运动 她表面答应 背地里依旧偷偷吃 后来她受到药物副作用 影响得了心脑血管疾病 住院一个月还直接胖到180斤 崩溃之下 她拿着刀冲进我房间 把我捅死在床上 都怪你 要是你当初劝着点我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副丑样子 再睁眼 我重回到嫂子闹着减肥那天 去年的衣服好像穿不下了 我是不是又长胖了 嫂子叙叙叨叨的声音 让我从恍惚中回神 我一睁眼 就看见嫂子拿着一条裙子 站在镜子面前比划 透过镜子看见我盯着她 嫂子隐情比一扁扁嘴 于心儿你看看你 胖的都快成一头猪了 再不减肥你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你看你那个腰跟水桶一样 我告诉你 男人就喜欢像我这种两只手 就能握住的小蛮腰 隐情一边叠叠不休贬低我 一边炫耀自己身上的部位多么完美 上辈子也是这样 隐情对自己的身材极为严苛 把一米六五 120斤的我说的火象是肥猪转世 我还沉浸在重生的喜悦中 没注意她正把手上那条裙子往身上套 很快 我就被她一声尖叫声拉回思绪 最小码的裙子侧腰拉链拉不上 隐情直接气哭了 嗚嗚 我竟然真的长胖了 不行不行 我要开始减肥了 她拿着手机 手指疯狂挥舞 余光瞥见她是在和一个 叫A专业减肥定制的人聊天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隐情火速赚了5000块钱过去 我知道她这是在买减肥药 并没有像上辈子一样阻止她 那个卖减肥药的商家 全靠朋友圈几张屁的对比图宣传 就让隐情相信她手上的三物产品 是效果超好的减肥利器 为此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 还把自己身体都吃坏了 上辈子她一开始还逼着我也吃了几天 后来我发现胸闷气短 晚上失眠 还大把大把掉头发 立刻意识到这东西不对劲 没在吃 反正这肥谁爱减谁减 皮囊再美也没有身体健康重要 她转完前继续教育我 余心 从明天开始你跟对我一起减肥 你这么胖 出去别人看到简直丢我们家的脸 我翻了个白眼 没理她 正巧这时候爸妈和哥哥下班回来 隐情脸色一遍抹着眼泪迎上去 余胜你看看你妹妹 我说她几句就给我白脸色 这个家到底还有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她又哭又闹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哥哥结婚后对隐情为命是从 听她哭心疼坏了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死妮子 对你扫扫态度放端正点 不然给你找个老男人把你嫁出去 爸妈重男轻女 也早就动了想把我嫁出去 换彩礼钱补贴家用的想法 文言连连点头赞同 有人撑腰 隐情也不哭了 插着腰骂我 听到没有 不听话就把你嫁给老男人 我无脸哭着跑回房间 关上门 脸上是差点就没忍住的笑意 减肥好啊 隐情迟早会把这一家人拖入深渊 在网上买的减肥药送来得很快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 隐情就从外面抱着一大箱东西回来 她在客厅拆开箱子 里面满满当当一箱子都是减肥药 花花绿绿的包装盒 连配料表和生产厂家都没有 一看就是不正规的三物产品 还贴心附赠一张服用的注意事项 隐情看也没看注意事项 直接把那张纸团吧团吧扔垃圾桶 然后抱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盒子 她笑得合不拢嘴 见我凑过去看 她炫耀一般拿起一盒塞我手里 莫 别说我这个嫂嫂对你不好 这可是减肥的好东西 送你一盒 你吃了瘦点好看点 以后嫁人的时候彩礼也好要糕点 剩下的盒子被她宝贝式的抱回房间 看见这盒减肥药 我就想起上辈子隐情躺在病床上臃肿的样子 和她拿刀捅我的一脸猙獰 我敲开她的房门 直接把盒子又塞回她手里 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不配 还是嫂子你留着慢慢吃吧 我明天开始早上起床跑不减肥 她关上门骂骂咧咧 呸 不吃拉倒 好东西给你也是糟蹋 隐情其实不胖 1米58的身高 只有100斤出头 但她特别奉行90斤以下才是标准身材 甚至在路上看到稍微丰满一点的身材 都会在背后对人家指指点点 悄悄骂别人是大肥猪 三天两头吵嚷着要减肥 又管不住嘴 又懒得运动 所以体重总是降不下去 晚上隐情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 我亲眼看见她往嘴里塞了好几颗胶囊 还有一杯不知道什么粉末充泡的浑浊液体 晚饭我妈炖了鸡汤 一上桌 我妈就迫不及待扯了大鸡腿塞到嫂子碗里 讨好的说 勤勤 快尝尝妈特意给你炖的老母鸡 吃了补身体 导管早日怀上大胖孙子 隐情这会儿药效发作上来 食欲不佳 看见鸡汤上面漂浮的一层油膜就打了个干藕 她一下就发火了 挥手把面前的碗一下扫落到地上 然后指着我妈鼻子大骂 死老太婆你存心的是不是 都说了我要减肥 你还做这么油腻的东西给我吃 你是不是以为把我养胖了好 让你儿子看不上我 让我出去被人家嘲笑 那鸡腿在地上滚两圈 粘了一层灰 怪可惜的 我还想吃呢 我妈被骂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也只敢捏着鼻子低声下气哄她 都是妈的不对 你别生气 我重新给你炒两个清淡的菜 这鸡 给鱼馅吃 她扯了半边鸡一把塞我碗里 满眼都是肉疼 给她吃 胖死她 让她出去被嘲笑 我乐得抱着鸡架子啃 缠得我哥在旁边吞口水 隐琴自己减肥就算了 还非要求我哥也不准吃肉 她说自己可不想和一头肥猪做夫妻 我哥没什么本事 这么多年也只混了个 在工地做小包工头的工作 她最骄傲的事就是 娶了我嫂子这个大美女 带出去听到工友的夸赞 都觉得有面子 所以总是对隐琴没命是从 隐琴看见我哥 眼睛直勾勾看着我碗里的鸡腿 掐了他一把 不准吃 你要是胖成鱼心那样 老娘就跟你离婚 我哥点头善笑 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隐琴买的减肥药里面 不知道有些什么成分 第二天天还没亮 我就被她的笑声吵醒 哇 真的瘦了 我起床洗漱 换一身运动装准备出门 路过客厅的时候 隐琴敲着二郎腿 对我阴阳怪气 要去跑步啊 嘖嘖嘖 像你这样的傻子 累死累活也受不下来 不像我 她冲我伸出两根手指 我昨天什么都没做 就瘦了八两呢 语气夸张 好像瘦的是八斤 我只是笑着附和她 真厉害 祝你早日成功 跑步只是借口 其实我在网上找了个早餐店的兼职 经历过上辈子的事情 我明白这个家早就从骨子里烂透了 我一定要早些为离开做准备 有了第一天的效果 隐琴对减肥药的效果更加信奉 连续吃了大半个月 微箱子减肥产品就见了底 她也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圈 那条欣欣念念的裙子终于可以穿上去 隐琴高兴的穿着裙子在客厅照镜子 看着自己的小蛮腰和锁骨笑的合不拢嘴 却没发现自己的脸色最近也变得蜡黄 那一箱要明明是一个月的量 隐琴心急 有时候她早上称体重没变化 当天就会加大剂量 非要追求每天体重机上的数字都会下降 折腾大半个月下来 她脸颊已经隐约有凹陷的趋势 药物副作用导致长期失眠 她的黑眼圈也需要每天用厚厚的粉底才能遮盖 卫生间地上也到处都是她落的头发 她正在把自己一步一步推向深渊 第一次出事是在隐琴减肥的第二个月 那时候她已经买了三次减肥药 瘦了快十斤 最开始那条穿不上的裙子已经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她因为药物抑制食欲 每餐都吃得很少 导致身体营养不良在家晕倒 被送进医院 医生拿着检查结果劝她不要过度减肥 她还骂医生 胡说八道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 我只要再瘦几斤就能达到标准身材 你看你腰上一圈肥肉 是不是见不得我比你苗条 不顾医生和我哥的劝阻 当天就吵着要出院 晚上吃饭 隐琴苍白着一张脸生嫩气 我哥和我妈在旁边好生好气哄着 琴琴 咱们听医生的话多吃点 别把身体捡垮了 你现在的身材已经很标准了 全家都在劝她听医生的话 多吃一点 隐琴一句也听不进去 只有我开口支持她 嫂嫂 我看你不是买了那个减肥的东西吗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看你最近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你要是实在怕吃多长胖 吃完饭就把那减肥的也多吃一点 这样不就不会长了 这是个好主意 立刻得到隐琴的赞同 在我的支持下 隐琴恢复了正常的饮食 有时候吃不下也会强称着多吃两口 吃完又立刻去拿她的减肥药吃 我在一旁看得高兴 吃吧吃吧 她这副身体 吃不了多久就该垮了 计量加大 隐琴找那个A专业减肥定制的人 买减肥药频率又高了 从一开始的一个月买一次 到后面一个月买三次 每次都是好几千 两三个月下来 就花出去五六万 我们家条件普通 爸妈和哥哥都在工地上干活 三个人加起来一年也才十来万的收入 隐琴平时热爱逛街买衣服首饰 再跑去生活开支 一年剩不下多少钱 前几年的积蓄都花在了 哥哥扫扫的婚礼上 一起交到隐琴手上 说是让新媳妇当家 现在隐琴每个月要花好几万买减肥药 很快爸妈的工资卡 和我哥的工资卡上的钱都被透支了 家里人根本不知道 隐琴买的减肥药这么贵 我听见我哥问过他一次 他撒谎说买一次只要几百块钱 我哥也没多想 不过很快他的谎言就被拆穿了 上午我按照惯例早起出门 借着跑步的油头做兼职 忙完回来 就听见我哥和隐琴在吵架 其因是我哥最近看上一款车子 想着过年开回老家也有面子 和隐琴商量的时候 就被隐琴吞吞吐吐拒拒绝了 他难得聪明一次 察觉到隐琴态度不对劲 心血来潮查了下银行卡里的余额 看见里面只剩下几千块钱 气得要吐血 两人在房间里把东西摔得震天想 我哥怒吼 钱呢 我卡里存的八万块钱去哪了 你不是说这东西几百块钱买一次吗 把你手机转款记录给我看 隐琴吼得比我哥更大胜 还不是怪你没本事 每个月就挣那么点钱 够谁花的 再说我保持好身材 还不是为了你带出去有面子 余胜你还有没有良心 男人挣钱女人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没钱了你去挣哪 再不行给你妹妹找个有钱人架过去 换几十万彩礼 你不就有钱买车了 我在屋外听得心头发冷 吵着吵着就声极为动手 很快房间里就传出一声闷哼 和隐琴的尖叫声 两人推嗓的时候 隐琴给我哥狠狠一推 我哥摔倒脑袋撞在床头柜脚上 两眼一番直接晕了 幸好送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没什么大碍 我哥醒来的时候 爸妈还在工地上上班 隐琴到点忙着回家吃药 只有我守在病房 他睁眼恍惚了几秒 回神之后就一直盯着我看 看得我浑身发毛 终于在门外传来隐琴哼歌声的时候 我哥开口问我 心儿 想不想去A市读书 上辈子我做梦都想去A市念大学 高三拼死拼活学习 终于拿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却在开学前一周被隐琴发疯捅死 这是我上辈子处死亡之外最大的痛 我不知道我哥为啥突然这么问 但我还是下意识点点头 他嘴角扯起一个笑 没再继续说话 正巧这时候隐琴推门进来 看见我哥醒了 他翻了个白眼 医生都说你头上的伤没事 你还躺着干啥 住一天院挺费钱的 赶紧起来收拾收拾回家 明天给我滚去上班 我哥也没反驳 笑咪咪点头答应 回家之后 老公开口支持隐琴的减肥大业 老婆 我知道你减肥都是为了我好 老公不该和你吵架 以后你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你那些减肥的尽管吃 老公一定会更加努力挣钱给你花 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隐琴很高兴 我哥在他面前窝囊惯了 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只有我看着我哥笑咪咪哄哄着隐琴 又买了八千块钱的减肥套餐 后背直冒冷汗 做兄妹这么多年 我太了解我哥是什么人了 在我哥心里 隐琴的位置都只能排第二 面子才是第一位 他现在竟然不在意存钱买车 而且继续让隐琴花钱买减肥药吃 看着他三言两语就又哄得隐琴没开眼笑 我突然觉得我哥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我能重生 难道我哥也和我一样 这次受伤者住院导致他重生回来了 要不然怎么解释他突然问我读书的事情 上辈子我死后 家里究竟还发生了什么 八这次过后 隐琴吃减肥药越发疯狂 不控制饮食依旧能保持身材让他尝到甜头 有时候他半夜饿了 点炸鸡烧烤吃得满嘴流油 吃完又塞下平常三倍的减肥药量 吃完第二天一早体重依旧维持在稳定数字 见我每天气喘吁吁回来 他还会嘲讽我每天累死累活也不见瘦 不像他在家大吃大喝也能减肥成功 就连爸妈看到他握着大半把花花绿绿的胶囊往嘴里塞 都觉得有点可怕 不止一次劝他是要三分堵 每到这个时候我哥就会跳出来维护隐琴 琴琴的身体好着呢 那瘦身咨询师都说了这些药都是纯植物提取的 吃了对身体没害的 年轻人的东西你们老年人不懂 爸妈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隐琴很高兴 挽着我哥手臂撒娇 还是老公最懂我 在我哥的友谊纵容下 家里最后的积蓄都被隐琴偷偷用来买减肥药了 临近我大学开学 我妈拿银行卡去取钱给我做学费 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里面只剩下几块钱 我妈一开始还以为是银行私吞了 坐在银行大厅又哭又闹 大家都来看看啊 黑心的银行私吞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我去年和今年的工钱都打在这张卡里了 里面起码好几万 现在只剩几块钱 天杀的银行还过血汗钱 正逢工作日 银行里办业务的人很多 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大圈人 对着我妈指指点点 保安也冲过来 我妈在引擎面前怂 在外人面前可泼辣 当即就躺在地上手脚死命扑腾 一边挣扎一边嚎 杀人啦 银行谋财害命啦 还威胁围上来的保安 我可告诉你们 我有心脏病 别来碰我 小心我心脏病犯了 饿死你们 没办法 闹了半天 银行经理出来把我妈恭恭敬敬请到她办公室 她特意把我妈银行卡的流水查给她看 告诉她银行卡上的钱 最近三个月都被一个叫隐仙女儿 的微信账号分批次转给另一个账户了 隐仙女儿就是隐琴的微信名字 贼就在自己家里 我妈差点在银行气得晕倒 她不知道隐琴买的减肥药这么贵 以为是她出轨了 用家里的钱养外面的男人 从银行气势汹汹回家 隐琴正躺在沙发上边吃薯片边看电视 我妈气不打一处来 冲上去对着隐琴那张脸就是狠狠一巴掌 见女人敢背着我儿子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还偷老娘的钱养野男人 老娘打死你 长期吃药导致隐琴身体产生抗药性 那些减肥药对她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毒素在她身体堆积越来越多 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彻底爆发 我妈一巴掌下去 隐琴都来不及开口 直接鼻子喷血晕死过去 被紧急送往医院 抽血 化验 一系列检查下来 和上辈子一样 隐琴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 必须立刻住院 据说后期如果恢复的不好的话 下半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了 和上辈子相比 隐琴发病的时间提前了很多 我妈有些后怕 担心是自己的一巴掌把人家打坏了 战战兢兢问医生病因是什么 医生看着隐琴的检查报告 面色沉重 病人平时的生活习惯怎么样 有没有吃过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我妈还在回忆 我抢相回答 我嫂嫂平时减肥 一直在买一种减肥要吃 都吃了好几个月了 医生 怪不得是要三分毒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减肥产品 都是没有经过国家检测的 吃多了毒素累积在身体里 迟早要出问题的 和巴掌没关系 我妈松一口气 回病房的路上 在走廊狱上收到消息匆匆赶来的我哥 他单独支开妈 说要和我聊聊 面对我疑惑的眼神 他递过来一个信封 我打开看 里面是满满一达钱 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是做什么 我哥扭头瞥了一眼病房方向 长叹一口气 你是不是收到A大的录取通知书了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学了吧 现在你嫂嫂生病了 家里也没剩下什么钱 这是我找老板预支的两个月工资 你拿着这些钱先去A试吧 等开学了就在学校好好读书 家里的事你就别惦记了 他这话说的我一头雾水 好像是要趁此机会让我离开家 但以我哥的德行 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对我这么好呢 我突然想到之前的猜想 试探性问出口 哥 也是重来一次的嘛 我哥猛的瞪大眼睛 在医院附近的小面馆 我哥告诉我上辈子死之后发生的事情 隐琴发疯 冲进我房间捅死我之后 被爸妈发现原本是要报警的 结果隐琴哭着告诉爸妈他怀孕了 隐琴和我哥结婚快两年 肚子一直没动静 爸妈盼星星盼月亮 没想到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的 当时隐琴对爸妈说 是我一直嘲笑他变成了大胖子 我还说他配不上我哥 让他和我哥早点离婚 甚至还打算对他动手 他是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才不得已用刀捅我的 关系到还没出事的孙子 爸妈立马转变态度 直骂我死得好 敢对自己的扫扫和折动手 这种没良心的贱人 死就死了 我们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他们甚至还和隐琴联手 把我的尸体处理掉 我哥问起的时候也撒谎说 我是提前去学校报道了 上辈子隐琴减肥药料 没这辈子大 住院后恢复的还不错 出院后不长记性 认为之前生病和减肥药没关系 为了继续减肥 又被这家里人开始偷偷吃 结果毒素全堆积到肚子里的孩子身上 孩子早产 生下来就多器官衰竭 他偷偷找人做了亲子鉴定 发现那孩子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原来隐琴一直买减肥药吃 花的钱多了 不知不觉就和那个卖减肥药的男人勾搭上了 孩子没了 还背一屁股债 爸妈起早摊黑上工地干活挣钱 隐琴出轨的事情被我哥捅拓 我爸受不了打击 气死了 我妈在工地干活的时候 精神恍惚 被掉落下来的钢筋砸成重伤 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 也死了 临死前他哭着告诉了我哥我的死亡真相 家里G2连3出事 我哥忙着处理爸妈后事 还没来得及找隐琴算账 因为是工地事故 工地老板赔偿了50万 结果这笔钱刚到我哥手里 就被隐琴和他卖减肥药的情夫开车撞死 我妈的赔偿金也落入隐琴口袋 咱们这一家人就这样都被隐琴害死了 我哥含恨而死 在睁眼 没想到回到了隐琴还在吃减肥药的时候 经历过家人G2连3的离去 和爱人的背叛 重生后我哥性格变得沉门好多 对我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我俩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他把那达钱塞进我怀里 隐琴现在这样 我害怕他哪天发疯 又像上辈子那样对你动手 所以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你带着这些钱先去A市 等我解决完一切你再回来 我定定看了他两秒 随即开口答应 好 我都听歌你安排 从小面馆分开 我直接回家收拾行李 当即就买了一张去A市的车票 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个兼职 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关注家里动向 我哥和我分开后就返回医院 带着一落医院缴费单告诉爸妈 卡里的钱不知道怎么都不见了 既然医生都说情况严重 只能保守治疗 待在医院也只是浪费钱 不如把隐琴接回家 这会隐琴还没苏醒 毫无选择权利 我妈当然知道卡里的钱是怎么没的 她恨死为隐琴 又怕说出隐琴出轨的真相 让哥哥伤心 也点头默认了哥哥的提议 就这样隐琴被带回家 两天后 哥哥给我发了消息 说隐琴苏醒了 但是偏瘫了 现在躺在床上宛若一个废人 不仅四肢动不了 连说话都大舌头 我哥给我连拍十条隐琴醒了之后 发现自己动不了 在床上无能狂怒 口水横流的视频 妹妹 你等着吧 哥给你报仇 这天之后 我哥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 发一些隐琴的照片 营造一副妻子意外偏瘫 丈夫不离不弃的好男人形象 还因此意外吸引了很多粉丝 靠着这个噱头 我哥成了当地一个小网红 通过直播和带货 还挣了不少钱 但在镜头之外 我哥无时无刻 不再折磨着隐琴 隐琴这辈子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的身材 连带着对我们一家的血债 都是因为减肥引起 所以要报复他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点点摧毁 他最在意的东西 我怂恿隐琴 吃下家分量的减肥药是这样 我哥现在也是这样 他每天都去菜市场 买一些猪脚和鸡回来 放在高压锅里 炖成一锅油腻腻的 十全大补汤 每一餐都给隐琴灌两碗下去 减肥药停药之后的反弹 加上长期卧床的水肿 再加上我哥灌的高汤 不到一个月 隐琴的身体 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 杀人还要珠心 他在网上买了好多镜子 在隐琴躺着的房间 四处都放上 保管隐琴躺在床上 不管看向哪个方向 都能从镜子里 看见自己日复一日 臃肿起来的身材 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 隐琴逐渐崩溃 他一开始 只是大着舌头骂我哥 姓余的 嫁给你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你赶紧给我送医院 老娘不要躺在床上等死 后来见我哥不为所动 他又开始骂我妈 死老太婆 你这个毒妇 都是你动手打我 才会成这份样子 我要报警 你们虐待我 让警察把你们都抓起来 我妈捏着他的嘴网里 灌出脚汤 贱人 嫁我儿子这么好的男人 还不知足 竟然敢背着我们偷人 还用家里的钱养外面的野男人 你有现在的下场 都是报应 隐琴住院前 已经和卖减肥产品 那男的勾搭上了 只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事情 这么快就会被发现 再联想到那天 一向对他宠溺的婆婆 突然对他动手 立刻就害怕了 他天天躺在床上动弹不了 满脑子都是我们家 要害他的恐惧念头 不分白天黑夜的哭喊着救命啊 杀人啦 吵得一家人苦不堪言 连续一个周我妈半夜 被隐琴的嚎叫声吵醒之后 激动之下半夜冲进隐琴房间 用枕头硬声声捂死了他 我爸听到动静起来 发现我妈失手杀了人 为了不被人发现 他俩像上辈子帮助隐琴 处理我的尸体那样 联手把死亡现场 伪装成隐琴受不了自己偏瘫的打击 于是自杀的假象 重来一世 爸妈的心还是那么狠 离家前 我偷偷在隐琴房间隐蔽处装了监控 这间屋子里发生的一切我都能看到 我透过监控看到 半夜爸妈的所有动作 心跌到谷底 上辈子我的死除了隐琴 爸妈也是其中的帮凶 爸妈一直不赞成我读大学 受了隐琴的怂恿 一心想着把我嫁出去 换彩里补贴家用 我不同意 隐琴就背地里给我妈出主意 我每天晚上睡觉 都有繁琐房门的习惯 能打开我房间的钥匙 除了我自己 还有一把在我妈手上 隐琴告诉我妈 要趁半夜我睡着的时候 让准备把我嫁过去的 那个男人摸进我房间 把我糟蹋了 生米煮成熟饭 到时候我不嫁也得嫁 我妈欣然同意 为了方便隐琴行事 就把我房间门的钥匙给了她 没想到这把钥匙 最后方便隐琴来杀害我 事后不仅不伤心 还帮她处理了我的尸体 没有丝毫的亲情可言 既然重来一次 害我的人一个也不想好过 我连夜买了回去的车票 回家之前 先带着手机里保存的监控视频 去了一趟警局 警察赶到我家的时候 家里已经布置成隐琴的灵堂 我哥 我爸妈在一众亲友的围观下 哭得好不伤心 好像隐琴的死 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但我一进屋就看到 架在灵堂角落里的手机 我哥的社交账号还开着直播 他们还在吃着隐琴的人写馒头 警察把三个人靠起来的时候 他们脸上都还是萌的 你们抓错人了吧 我哥最爱面子 这次当着这么多亲朋好友 和众多粉丝网友的面被靠起来 脸色难看 警察同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媳妇的死和我没关系 爸妈做贼心虚 看到警察就已经贪婪倒地了 被带走前 看见我突然出现在灵堂上 我哥满眼惊讶 于心 你怎么回来了 我凑近他耳边 巧声问他 哥哥 上辈子吃我的人写馒头 开心吗 上次和余胜互相坦白重生的时候 我告诉余胜我被隐琴捅死后 就立刻重新睁眼了 他也相信我的话 就单纯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才给我编造了上辈子 他被隐琴害得有多惨的故事 其实 我死后 灵魂一直漂浮在这家人身边 爸妈处理完我的尸体 余胜立刻就知道了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隐琴出轨 沉浸在隐琴怀孕的喜讯中 对我的死亡毫不在意 但当时家里的积蓄 已经被隐琴花得差不多了 余胜看到网上直播挣钱 于是想到一个挣钱的好法子 他开通了直播 找了个网红公司 把自己包装成 寻找失踪妹妹的好哥哥 博得众多网友的同情 收到了不少社会上 好心人的捐赠和打赏 和这辈子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直播 带货 利用网友同情心大肆敛财 一个月就挣到了好几十万 因为成功过一次 所以这辈子他吃隐琴的人 写馒头才这么清车熟路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 和他告诉我的差不多 余胜发现了隐琴出轨 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爸被气死 妈和隐琴争论的时候 被他推下楼梯摔死 隐琴和他的情夫 为了钱制造一场意外 把余胜也弄死了 余家人都死绝了 隐琴带着钱 高高兴兴奔赴新生活 没想到转头 就被那个卖假药的 把钱全骗走之后 抛弃了他 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着臃肿起来 再也受不下去的身材 疯疯癫癫 爬上高楼医院而下 亲眼看见隐琴 也没落得好下场 我才安心去投胎 没想到在睁眼 重回到一切都还没发生之前 我的死亡 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不无辜 余胜对我从始至终 都没有丝毫愧疚之心 之前他在医院给我一笔钱 说让我离开家先去学校 还说要为我报仇 根本就不是为我着想 他那明明是害怕我在家戳穿 他背地里要利用 隐琴谋取利益的恶心事 所以先把我支开 去警局报警那天 我提供给警局的监控视频 除了爸妈深夜杀害隐琴 伪造现场之外 还有余胜对隐琴言语 和身体上双重折磨的片段 他揪着隐琴头发扇耳光 用滚烫的油汤灌得他快窒息 这些画面全被我单独剪辑出来 送到了警察手上 真面目就这么被全网皆知 涉及到谋杀 隐琴的尸体被送到 当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解剖 他最在意的身体 现在彻底成为一滩 躺在冰冷金属台上的烂肉 尸检结果显示 隐琴除了窒息死亡之外 身体里还堆积了大量的毒素 我事实向警局提供了隐琴 长时间购买减肥药的证据 警察顺藤摸瓜 那个叫A专业减肥定制的 无良商贩也被抓了 连带着他身后生产减肥药的黑心厂家 一同被捣毁 我妈因为谋杀被判了15年 我爸在判决下来的前一天 因为突发心脏病死了 余胜则因为虐待和诈骗脸 才被判了10年 判决下来那天 我坐在观众席上 看见我妈痛哭流涕被带走 余胜抬头看到了我 眼神狠利恨不得吃了我 我隔得老远冲他白白手 哥哥一路走好 我相信十年牢狱之苦 一定会把他改造成一个好人 一切尘埃落定 我把家里的房子低价卖掉 拿着录取通知书去A大报道 我的人生还很长 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完成上辈子没能完成的梦想